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QGIS 实量地图数据的获取 接着里呢 我们重点还是关注一个啊 实量数据啊 实量数据是怎么获取的 我们前面讲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实量数据啊 比如说点啊 线啊 面啊 这些实量数据啊 这些实量数据呢 有一些是公开的啊 有一些呢 是很难拿到的啊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 数据类型 我们经常会用到 但是呢 大家也有时候会比较好奇说你这个东西怎么拿到呢 嗯 我们看一下 我们挨个来介绍一下 当然这里呢 我再提前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里面有有个问题啊 数据呢 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倾向于它的收费或者说付费提供的 所以呢 有些东西呢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在在更新打开个东西 以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有些东西呢 它是只能通过收费途径拿到 然后付费途径拿的东西会稳一些啊 然后你 你通过自己呢 确实很难拿到 好 我们挨个来说 首先PUI数据 PUI是什么 PUI就是这些点 是吧 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属性 我们查询一下啊 比如这个点 它的name是什么啊 然后它的 等一下这是建筑 点错了 好 比如这个点 它的名称是什么 地址 电话 高德经纬度啊 然后经度纬度 然后WGS84的经度纬度啊 几个啊 色彩啊 色彩啊 色彩不用管啊 这是我们自己随便加的一个上一节课加的一个东西 好 这个东西就是PUI 是个点数据 那么这个PUI是哪里来的呢 PUI呢 是互联网 地图 这些商家啊 为了 为了方便啊 为了方便大家来 进行地图的使用 我们看一下啊 基于地图的使用 Web服务API啊 来给大家提供的啊 一些数据的接口啊 那么大家看PUI啊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有多少分类呢啊 我们可以看啊 PUI分类和程式编码表啊 这里有它的分类啊 城市编码是什么东西 城市编码就是高德对每一个城市啊 包括我国吧 我国对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形成区划代码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个编码 然后呢 对每一类的功能呢 高德也有个代码啊 这里有个代码啊 好 光代码就有五百多类啊 五百多类 它分为大类 中类 小类啊 大家看这个代码分类有了什么特点啊 大类汽车服务 中类汽车服务 小类啊 加油站等等 还有汽车销售 为什么 因为高德本来 或者说这些地图商吧 本来很多都是它面向于交通的 对吧 道路交通 或者以后还要面向无人驾驶 所以很多分类呢 是按照他们的需求来分类的 你比如说汽车很重要吧 所以汽车销售和汽车维修都变成了个大类 还有汽车服务啊 大类 那对于我们规划来说 或者说对于我们的成人研究来说 你这三个大类似乎有点和我们的啊 不太对路 对吧 当然餐饮服务 其他也是相应的 我们是需要的啊 这个分类 但还有摩托车服务啊 这个我们就不太需要 所以其实互联网地图的供应商呢 啊 把他们的一些服务开完出来 但开完出来很多都是适合他们的 那么PUI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类型 PUI怎么去呃 获取呢 啊 其实是相当于是啊 大家看啊 有个链接 你把这个链接附上你所有的这些数值啊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PUI的列表啊 就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看这样一个东西 反给你 那这个东西 怎么获取 要通过你写程序去获取 那么程序用来写啊 那么有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成人研究 啊 城市数据学舍啊 我们也在里面给大家教一些python的内容 你可以去获取 那么获取的时候呢 他呢 每次给你的 大家看啊 每次给你的返回的值呢 比较少 大家看有多少个啊 这里有19 20个 那么 offset 20 给20个 然后有很多页 对吧 一共有多少个呢 啊 有些地方可以可以看得出有多少个啊 比如这里有19个返回了啊 他有些数值会给你限制 啊 那么在用python做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整个程式啊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 用这个QGIS画的网格吗 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这个程式啊 画成很多很多网格 画成很多很多网格 然后每一个网格呢 我们去 我们去 啊 对吧 然后每一个网格我们去给他这个 抓取啊 我一个一个的网格去抓他的py啊 比如这个网格里返回多少个 这个网格返回多少个 然后一个个去 这个就是去程序来获取了啊 程序获取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式 写程序 你只能写程序 这个没有办法 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简单获取 简单获取少量的 简单获取少量的 我们这有些工具啊 比如说我们 规划云 对吧 规划云上面 有一个工具啊 在这里有个py工具啊 你可以比如说 那你想看南京市 南京市 哎 南京市 我们肯德基 kfc 点击搜索 kfv当然搜不到 kfc 写错了啊 大家看 kfc 就这里啊 就出现了 那么这里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就是你简单的去获取一些py是用这种方法 这个方法呢 大家看 有这么多个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用的百度 我们用的百度 我们用百度地图 然后比如说我们找到南京 南京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搜 kfc 大家看到了吗 就这些 哎 重来 好 是这些 这些内容 22个搜索结果啊 很少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很少呢 因为百度给你的这个范围啊 它是有限的 它是有限的 它不会说在一个地区 它不停的给你往下去下转啊 22个好像是刚才是第一个吧 我看一下啊 不对 不是22 107个 这个对了 107个 那么它在南京搜索到了107个kfc啊 等一下啊 我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城市的城市级的大小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这是对了 它在南京搜索到了246个 那么我们这边呢 相应的呢 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是搜索到了大概200多个 那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这种简单搜索的方法呢 就是通过百度地图的网页版的py 我们把它拿过来 如果你分析 大家记住啊 如果你分析一些量级比较小的 特征比较明显的 比如说几百个 你可以用这个啊 这个数据来代替一下 否则的话 你就要回到我们的pgt里面啊 回到这个 我这里可能是写反了 我重新写一下 重新写一下 写反了 你就要回到我们这里 使用百度高的的api接口去获得这个 否则的话 你简单少量的话 可以用我们这个工具啊 简单可以用一下啊 试一下 但最多的话 你还是用 你获得最多的数据的话 还是要用这个 这个因为最多也就1000量级啊 千量级 你如果百度高的api 你直接抓的话 可能抓出来是万或者是十万 量级 但是如果你用刚才我说的这种 呃 网格切分的方法 你抓出来的可能就是百万量级 一般来说都是百万量级 或者几七八十万啊 这种量级 比如说 上次我们做的这个深圳的一个里面就是一百多万的数据 对吧 这两种方法啊 我们一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再演示一下二啊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使用付费工具啊 付费工具就刚才我们 我看到的啊 我们看到的啊 对吧 big map 这种东西 PUI的下载 百度 查询 啊 先画个区域 画个区域 是吧 查询 查询啊 这样 然后再导出啊 所以这样的啊 因为你用付费工具啊 也有一些免费工具啊 有有人在开发 然后我们在学生里分享了一个呃 初级的版本吧 啊 还有一些工具呢 是我们在学生里分享的 呃 我这里写一下啊 这里没有写 我们数据学士里面有一个叫做datemap的工具 啊 它是个excel插件啊 它也可以用来 获取我们的PUI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啊 好 那我们就说一些比较现实的吧啊 你这个东西都是付费的啊 不现实啊 白度高的呢 你要学Python啊 比较现实 但是要花时间长一些啊 这个简单的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啊 输入程式 输入名字 然后会出现这个 对吧 出现这个 出现这个之后呢 我们CtrlA CtrlC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之后 我们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啊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啊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但其实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本文件啊 文本文件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新建一个 大家等一下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好 就这样的啊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每个数据是用逗号隔开的啊 大家看啊 这有个冒号 对不对 这有个冒号就不行了 我们要把这个冒号给它替换掉 替换掉 替换错了 替换成逗号 对吧 好 这样是一 二 三 四 四个 四个 四个字段 对吧 我们写一个 比如 name 逗号 这个 LNG LET 对吧 经纬度 然后呢 address 好了 然后我们把刚才不是复制过来 加了这个东西吗 我们另存为 cvs 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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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也可以叫的 csv啊 test也可以啊 一般都差不多 反正反正都是那样的格式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怎么放呢 我们前面说了 图层里面 我们有个添加图层 还记得吗 有个文本数据图层 我们前面讲过 点击添加 然后文本的名称 是这个东西 py过来了 编码 csv格式 然后 首行包含字段名称 对的 然后 横坐标字段 LNG LAT 是吧 然后 我们是抓的 wgs84的坐标啊 直接抓的wgs84它是百度的坐标啊 记住啊 我们从哪抓的坐标去看 比如说这个图 这里看到百度没有 所以它是百度坐标啊 记住啊 百度坐标啊 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哎 大家看 这里不对 对吧 为什么不对 可能编码错了 我们编码改一下 所有的 你在这里面 所有的表格里面 如果看到乱码 那就是编码问题 编码要么是gb2312 gbk这种 要么就是utf8 反正就两种 你自己来回试 你看 就utf8就可以了 对吧 好 那就可以了 这里我写错了啊 纵坐标 这里没有啊 这里没有 z值字段是没有的 z值字段是没有的 我重新来吧 把不小心把z字段写上了 pi utf8 没关系随便吧 然后 纵坐标是 横坐标是LNG 纵坐标IAT 添加 zoom 大家看 kfc kfc 就在这里了 统里呢 我们把我们前面的一个 全国的 全国路网拿过来 再看一下 这肯定对不上的 对不上的 为什么对不上呢 全路网也也不是很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用我们前面的 边里面的satellite 你比较自由的 你可以随意的去修改底图 等等内容 这个其实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我们是百度坐标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 我们的一个最有用的一个插件了 前面讲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讲插件的转换 因为这个东西 是我们随着做的时候 随着用就行了 插件 插件 管理插件 插件里面有一个 叫做集海的一个 我看在哪里 在这里 集海的工具箱 勾线上 处理工具箱 在这里 大家看 集海 集海有个China CodeConvert 这个就是一个坐标转换 BD百度09 国侧距02 就是百度到 你就这么记 百度到高德 这个是百度到WGS84世界坐标 这是高德到百度 高德到WGS WGS到百度 WGS高德 你可以随意转换 那么这个点 我们记得是百度的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做成WGS 百度到WGS 双集它 然后 PoI 然后运行 大家看 关掉 我们对比一下 红色的是我们 转过来的世界坐标 对吧 然后黄色的是我们的百度坐标 对不对 那么明显来说红色的就对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这里 你看黄色的这个坐标在哪 黄色的坐标到了这个湖里面了 对不对 但是红色的坐标呢 大家看 主要建筑 这里一个火车站 是吧 沿路 沿路 这里有一个 对吧 这不错的 基本都转过来了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 山顶有一个 这里有两个 那这个都偏到哪去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同的坐标系之间 它的偏移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定要搞清楚 那个坐标是哪个 我们做成熟分析的时候 很多用WGS84 因为都是用互联网地图 拿的数据 所以你就用84 好 那么有了这个KFC 那其他的东西就比较简单了 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我们前面讲过的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巨类啊 热图啊 这这东西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就是你PY的坐标呢 PY的数据呢 你还是 要么自己抓 对吧 要么呢 你付费啊 购买一些插件 购买一些插件 通过这个插件呢 你就可以 很方便 因为我们说实话 做规划很多东西 不一定费的什么时候东西 都要自己动手吧 这个是PYF哪里最多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最多 就这样的一个 商业中心 对吧 这个 就很容易就做出一个区分了 对吧 你也很容易可以出图 好 那么这个就是PY啊 PY呢 也可以在我们数据学识里申请啊 申请我们数据学识里有个服务 就申请免费申请数据啊 这样的一个服务 PY获取方式 这是 第二个行政边界啊 行政边界这个东西 我们继续拿这张图 继续拿这张图 行政边界呢 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用的 但是呢 呃 一般是到甲方那儿去 找他的一个行政边界的一个 一个地图啊 地形图也好 或者地图也好 在互联网上呢 还是一样的 呃 百度啊 高德啊 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接口啊 我们这里在规划语上 也放了一个行政区画 地球这里 我们点击这个 刚才我们是在南京 对吧 我们找一个南京 南京市 南京去哪了 江苏 江苏呢 好 南京市 好 在这里 好 这是南京市的这个 这次文件 点击 好大家看 有这样一个东西啊 这里有个文件 我们复制它 然后 比如说我们再下载这里 新建个下载 下载 这个JSON文件 看到了吗 我们把这个文件复制起来 放到我们的这个文件夹里 课程文件夹里 好 然后我们回到QGIS里面 QGIS里面 大家还记得 有一个天然图层 啊 我们有个添加实量图层 对吧 我们这个实量图层 从哪来呢 可以从文件数据几点 来 我们选择这个 好 很方便就进来了 好 这就是南京的一个数据 南京的一个数据 南京的一个 等一下 把这个 透明度再改一改吧 改太多了 就这样了 那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南京的一个 行政区画范围啊 所以这个规划园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些小工具 还是比较有用的 而且非常快捷啊 南京下面当然也有了 比如说我们南京的有一个 我们比如说雨花台区 大家看 也有一个数据 同样的 还是把这个复制下来 对吧 这次我们就直接放到我们的 我们的文件夹里吧 下载 图层 添加图层 实量数据 添加 大家看 这个区域的数据也来了 所以这样就非常方便啊 直接直接改不同明度就是 那你在这个基础上呢 你可以做很多的分析了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有全国路网也有了 对吧 全国路网也有了 直接就给他一个 这样的一个内容 前面我们也说了 相应的内容呢 在我们的 国家城的那个官网上 我们会把 这些数据啊 相应的东西放到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右侧啊 视频右侧啊 方便大家观看 这个比较简单 没有太多的讲的东西 这里再强调一点 大家有时候啊 会问正的数据啊 正的边界的数据 为什么没有正的边界 相对边界数据其实也有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呢 也是属于一个收费范围了 你比如说还是这种工具 选择一个区域之后 然后你可以下载 可以下载行政边界 到乡镇的范围 当然太大了不行啊 他他他要求 要求小一些 还不行 可以到乡镇级了 可以下载了 可以下载了 这个呢 工具叫Big Map Big Map呢 是要收费的 它的费用大概是 一个软件 使用权大概是三千多 三千五啊 好像是 另外还有水晶柱啊 等等啊 这些收费的软件 当然了你也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你可以在我们数据学社里啊 去看一下我们的 呃 这里面因为有好多人在购买这个东西吧 都你们可以相互之间 相互分享一下数据 对吧 呃 因为毕竟你购买这个也是挺贵的 这个东西 一般来说都是单位啊 单位来购买这个东西 另外还有水晶柱啊 等等 这些软件 都是可以下载这些内容的啊 所以如果你用乡镇的数据啊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去 啊 乡镇以上的数据啊 你没有必要去购买什么 你直接用这种公开数据 大家看 还是比较能达到要求的 好 所以这个很简单 这个就过掉了 啊 接下来就是OSM地图 OSM地图呢 呃 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开放地图的类型 我们看一下它能做什么用啊 OSM地图呢 OpenStreetMap啊 一说的OSM地图就是OpenStreetMap 这里面有很多的实量的图 这些图片呢 很多人都在更新 很多人都在更新 那么这些免费的实量图怎么下呢 第一个呢 勾选范围下 第二个呢 直接下载插单数据 第三呢 用QGIS插件 啊 这个呢 挨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 所有的数据来自哪里 来自OpenStreetMap 这个网站啊 比如宁波啊 就这个网站 咱们下载呢 点击导出 可以弹出一个框 手动选择不同区域啊 拉这个框 这里拉一下 这里拉一下 拉完了之后 点击导出 一般来说 这个就让你 就怀疑人生 你看这个 有限制啊 五万个点 多了不能 怎么办 你就可以尝试 从它的一些 镜像导出 手动选择 对吧 这里 这里 点击这个 Overpass API Overpass API 是一个镜像 啊 这里呢 是一个德国的 一个镜像 你点击 那么它就会弹出 一个框 然后你就可以 直接下载了 对吧 有个Map 看到没 有个Map 你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速度怎么样呢 1.15兆每秒 速度还是非常好的 我这是下载了一个叫宁波的数据 对不对 好 就这么下啊 就这么下 还有种方式就是用QG的插件 QG的插件我就不讲了啊 你自己去找一下QG的插件 那个我觉得不太好用 不太好用 所以呢 怎么说呢 大家自己去看吧 反正不太好用 我再继续往下讲 如果你点击这里 是用Overpass下载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点击这个 OSM星球 这个东西 它有整个星球 对吧 整个星球这个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叫Geo Fabric下载 定期更新的 州国家和特定城市的摘录 有几种 这还在下19兆了 很快啊 好 我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来下啊 这个比较简单 为什么你看 Geo Fabric 它在更新 对吧 你找到Acer进来 然后找到China China在这对吧 这里呢 有PBF文件 有ShipFile文件 有OSM文件 你直接ShipFile下载 在这 ShipFile一下 574兆 你下载一次 这段时间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就不用更新它了 所以很简单 我觉得比较推荐于这个 推荐574兆的下载 下载速度呢 一般般 但是我后来用了一下 迅雷的那个会员 加速 发现用迅雷下载非常快 这还在下28兆 好 那么同理呢 我们让它下的过程中呢 我们再看一下 规划云里面呢 我们也给大家加了一个下载工具 我还没放上啊 应该大概位置在这个位置啊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同样的 在规划云里面 你找到你要下载的位置 因为它是国内的吧 会比那个快一些啊 快一些 同样的 你找到宁波 整个区域你要下载的 点击左上角 点一下 这里有了 然后点击右下角 点一下 这里有了 然后直接点击下载OSM 同样的 它也会跳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德国的那个网站 然后呢 会弹出一个下载框 对吧 然后下载啊 步骤跟刚才是一样的 哎 这个下载好了 看到没 那么它叫MAP文件 它其实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MAP点OSM 只是说它没有往里放啊 一样的啊 你的 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文件 直接拖到 直接拖到QG字里 他问你是否把这些全选 一般来说呢 比较有用的啊 OSM里面呢 有line类型 线类型 multi line啊 多段线类型啊 这其实都是一些水系啊 道路啊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polygen 然后一些区域 还有一些relation 这个都 point 一些点 这个点呢 就是PY 但是PY的跟我们国内实在差太多了 所以我一般就把线 放进去 好 在这里 右键 缩放到范围 大家看 宁波的这个位置 有了吧 我们把其他东西都关掉 去留这个位置 有了 好 那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的 当然第一呢 你可以用来做底图 对吧 第二呢 整个城市有了之后呢 很多东西 你看这个是铁路等等啊 一些高级别的路 我把它关掉 只留这个小的路啊 一些城市呢 你不用去画这个路网了 你直接用这些来做一个基础 进行分析 这里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啊 简单介绍一个 后面还有 相应的专题 也会给大家讲一讲啊 处理工具箱 来看 我们的网络分析里面啊 其实用 开源的 免费的 OSM地图 能做很多事情 举例来说 比如我找个市中心 假设是这里吧 我做一下 它的一个服务的范围啊 Service Area 现在呢 我就用Map 然后呢 我计算一个路径 我看看一公里 一公里的范围 从中心能走到哪儿 起点呢 我点击这里 选择一个起点 就是个中心嘛 假设是中心啊 我随便选的 那么走多远呢 因为这里是最短嘛 走多远呢 走一公里 然后我点击运行 那么因为你的OSM地图在这儿 好 已经可以了 所以呢 已经生成了一个小的网络 那么你的这个OSM地图 你关掉 它就把能一公里 能走的位置 给你解出来了 非常方便 同理呢 我继续啊 我再做一个两公里 还是Map Lines 然后最短 七点 还是这个位置 大概吧 没关系 两公里 同理我还可以继续做 三公里 再回来 四公里 五公里 好 可能你会说 如果我按时间怎么算 时间也很简单 把这里改成最快 按时间 这里呢 改成你的时间 比如说900秒 就15分钟 对不对 然后底下呢 注意 你如果是驾车 比如说50 如果你 不行 比如说你改成5公里 或7公里 就可以 同样点击运行 也会出现这个框 大家看 出现这个框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一些 顺序上的调整 好 那么一个地区的 1公里 2公里 3公里 4公里 5公里 这样的一个圈层 就出来了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 相应的操作 比如说 中心的地方 给个红色 看是红色吗 对红色 然后外围一点点 给一个其他的颜色 然后再外围 然后再外围 就可以了 最浅 然后最后的背景 背景 你给它一个灰度 给一个灰度 这样分行图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同理呢 和刚才一样 你在试图里面 进行一些 我们的 新建打印布局 对吧 B 在打印布局里面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你想要的一个操作 赤图 条目 添加地图 对吧 比如说 我这里是一个大地图 对不对 然后我这里 在一个分析 点击这里 移动一下 放大 因为这里有笔地尺 你可以用这个笔地尺来做 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 我可以把它在 放到另外一个尺度 等等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稍微等一下 好了 这样就有一个出图的一个效果 就有了 这里呢 我因为没有去太多的讲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简单 就是项目 然后新建打印布局 就可以进行打印了 当然也有布局的管理器等等 这些大家可以去 自己去看一下 好 所以这个也结束了 就是OS地图 OSM地图很简单 OSM地图 通过官网下载 或者通过国家城 规划云 这里 你点击左上右下 点击下载 下载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能做什么 除了用来做底图 做其他的分析 道路路网分析 和其他的进行空间叠加等等 还可以直接就做这个 类似于等式圈的这种分析 当然这个呢 不是特别的精准 后续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 等式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应该怎么做 各种 这我不去下稿了 好 那么这个我们讲完了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 我说的一定会不会是怎么回事